我是战主李渔秀 今天热什么 小学三年级体育与健康课本内容有误 教育部下令修改 那前几天 摄影分子阿祖如就在推特上面揭露了 小学三年级的体育与健康课本 第67页当中保持端庄的内容 里面有提到一个故事的小女生 她就说她应该要学会保护自己 其中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要穿着朴素 要在关上门的房间里面更换衣服 否则遇到性骚扰的话 女孩还有家人的声誉将会受到影响 那阿祖如是强烈谴责这个课本内容 因为防范性骚扰不是小女生的责任 那这件事情引起教育部的关注 副教育部长张念全是下令修改 那他们使用二维码 要在1月17号的时候更新课本的内容 那在1月29号开始 就会发送所有修改内容的贴纸 给相关的学校 不只是教育部 妇女部副部长杨巧双也认为 在性骚扰发生的时候 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还有原因 都怪罪到女生的身上 因为男生也需要被教导 如何尊重女性 这个字幕是在订阅中心里面的eading 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 如果您可以让您保持 实际上一项 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